根据分析的油价每跌10块钱 对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可以增加0.2%到0.3% 所以对全球经济是好的 对 对台湾也是好的 对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三个月来暴跌三成以上 面临每桶60美元保卫战 18号央行李建市会前 央行总裁彭怀南率先在立法院财委会当起彭老师 直说油价下跌 渴望拉升全球GDP 对台湾来说也是好事 担心的CPI通膨问题也渴望舒缓 不过油价跌企业赚钱 下一步该怎么做 希望它应以增加的所有加薪 增加了3% 第二个根据媒体的报道 它去设备的结果 很多的企业呢 它明年准备一例调食 要加薪是吧 4% 假如我们物价的涨幅不到2%的话 1.5%的话 我们数字公司至少还会增加2.5% 这是过去几年来没有的现象 大动作呼吁企业加薪 什叶总裁字字句句都想金律良言 先前呼吁日货降价 周一也曾说航空票价应该降 字字引领市场走势 黄金的报酬力远低于债券的报酬力 而且周一洋目前没有准备要 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吧 没有 假如去买的话 这次就亏了很多了 炎战近期黄金才在日本被调降性贫和希腊政治事件中反弹 最新一度回到每盎司1230美元波段涨幅8% 但长线依旧站在低点 想低档入室的台湾大妈在彭总裁一席买了会亏的言论之后 也为黄金后世打上问号 黄金在年底之前甚至到明年的一月 相对的一个波动空间会比较小 那就要几个理由 第一个来说的话 美元已经达到相对的短线上的波段满足点 不过彭总裁还是庆幸没有把外汇存底拿来买黄金 但对于立委提议应该成立主权基金 总裁表明不反对的立场 但强调一定要先立法 而且要用市场价格的薪水来网络人才 这页捐赵浩普台北报道 好 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融资增加了3.17亿 融资水位2,015亿 我们来看融券的一个部分 有增加了5,710张 对 虽然跌19点 不过资券双向增加 冷气还是蛮热络 大家对12月的行情 我是觉得还蛮有这个所谓的益起的 OK 那我们赶紧跟大家一起要进入电音派对 飞瓶阵营出了什么样的武器 我想飞瓶手机的话 会在所谓Las Vegas的展览 还有所谓的2月份的MWC 巴塞隆纳的行动 通讯长的话开始做反击的 所以我们看苹果一个K线图的部分 那这段时间将近四五个月 都是iPhone 6的一个天下 到明年第一季的话 开始走下坡 所以股价的话稍微就比较弱 那对非瓶的对苹果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应该会慢慢进入一个整理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非瓶的有哪些个别股的话 可能会在第一季淡季不淡 而且甚至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那为什么所谓的非瓶 它的机会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 这个手机的一个所谓的出货量的一个情况 那苹果的话大概一亿九千万支 将近两亿支 三星是三亿一千八百万支 虽然它是没有成长 但是它的一个绝对数值的话 全球它是第一名 那华为是六千九百二十万支 那LG的话压制滑水 LG几乎没什么消息 但是它还是有六千万支 小米去年一千七百万支 今年是五千八百万支 多了四千万支出来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Sony一直往下调 从五千四千三千八 一直往下调 Nokia大概两千八百四十 主要是印度那种中低阶的市场 那HTC的话 一千七百五十万支 HTC在最红的时候的话 是四千四百三十万支 那现在是一千七百五十万支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来看它们新的产品的话 我是认为我们往上 刚才那一页的话 我们往上就看一下 对我觉得三千应该还是有点机会 华为 LG 小米 这四个的话 在未来第一季应该还是有机会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那我是觉得 刚才那一页 就是说 Sony的部分的话 我是觉得 就是说还是不行 Nokia还是不行 HTC可能还不行 那我们看它旗舰机的一个部分 那三星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看三星的一个所谓的图形的部分 就是这个图形 你可以发现它的情况的话 第一个是所谓的六十四位岩的八核心 因为它不用自己了 它开始改用高通的一个810的 就是所谓的消融的810 这个是六十四位岩的八核心 就正八核心 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哪里 就是说 因为全球的智慧型手机 除了中国有一两款是六十四位岩都没有 只有苹果是六十四位岩 所以苹果的一个软硬体的顺畅度最高 其他就不是那么高 那现在全部都改成六十四位岩八核心 所以它的速度有2.5G 2.7G的一个速度 然后又是六十四位岩八核心 另外4K 大家都想只有2K 有4K 等于它的解析度的话 应该都有565ppi以上 所以直接就跳4K 不是2K 直接跳4K 两千万化数 两千万化数 不是在一千六一千七 然后0.67 因为iPhone6的话 4.7寸的大概是0.69公分 然后那个所谓的这个 5.5寸的大概0.71公分 那有可能0.67更薄 那金属机壳 因为它以前最烂是因为塑胶机壳 别人都金属机壳 它还在塑胶机壳 然后红膜 就眼睛的话 这对这解锁 用眼睛一看这解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容量也放大 就是说可能它可以用到两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不是说用了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充电 所以三星的这个所谓的S6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是有体材 是有搞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页的部分 华尾 因为华尾是用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海思的一个CPU 不是用高通的 所以大家会 但是它是64位也很八核 也是2K 所以它的解析度的话 没有像三星S6那么好 蓝宝石萤幕 听说这个萤幕的话是蓝宝石的萤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硬度摔在地上 摔一次摔两次摔多少次 可能比较无关的 那另外我们可以发现金属机壳 那额度很大 就让你可以用很多天 一万两千五 所以搞不好这个还是有一些搞头 那我们来看LG的部分 LG的话 明确你看 LG它的特色就是 完全无边框 完全无边框 这个还5.5寸 6.4那个八核心 而且萤幕用蓝宝石机板 没有边框 然后防手震 两千零七十万画素 所以这种手机的话就是怎样 所以感觉上没什么广告 但实际上它卖得很好 就是它的东西的话 四少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先搞头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小米5 因为可能一万块 之前都卖9999块 现在可能卖一万块 因为它的配备 6.4元 八核心 也是高通的 骁龙的810 2K 这个两千零七十万画素 指纹辨识 别人没有指纹辨识 它有指纹辨识 但是苹果指纹辨识是用压的 它的指纹辨识可能用滑的 就直接用滑的这样去做指纹辨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搞头 再来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这个Lumia的1030 5.2寸 人家5.5寸 所以它也不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金属机格 是铝的 铃铃铃 那五千万画素 这个的话是最高万画素 但是我是觉得说 它价格也比较贵 软体各方面 那我觉得它现在还是没有突破的一个情况出来 再来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HTC1 M9 那因为我一直查很多 知道有5.5寸 5.2寸 但是问题的话 别人是用810 就是所谓的消融810 它是805 所以现在市场上的话 可能现在还是估这个东西的话 CPU就比人家弱 2K 1600万画素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展到 2070万画素了 所以沿着上的话 它现在号称是0.7公温很薄 但是这样看起来的话 好像这个稿头 没有什么好稿头 另外一个Sony的部分 Sony的部分的话 它的感觉跟力士的话差不多 你可以发现Sony的话 2070万画素 它现在就是2070万画素 它用的这个东西 三星也有 那2K 三星是四星 那三星的话是5.5寸 它只有5.2寸 所以我是觉得Sony的手机的话 应该未来Z4的话 跟Z3的话差不多 所以原则上 应该是比较没什么稿头 也就是说我觉得Sony 未来的一个手机的 一个成长度的话 这样看起来的话 跟LG比较的话 还是会越大越差 所以原则上 你来看他们的一个配备来讲的话 难怪最近的苹果股价 可能就比较弱势了 因为非品的话 在Hanoway展 在那个Las Vegas的CES的 一个所谓的展览 还有MWC展 以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是64元8核心 那就等于就是说 跟苹果拉近了 苹果是64位 以前大家都是32位 现在大家都是64位 而且是真的8核心 所以原则上的话 竞争力 软硬体的顺畅度的话 就增加了 那另外大家都改成金属机壳 所以金属机壳 未来的趋势的话 我们也会跟各位 包括什么选股 那可能都会伸展到2000万画素 那搞不好 蓝宝石机板的话 也会有几款的话 都大量去使用 会不会有无限充电 看起来都没有 然后Type-C的话 应该都会有 无边框 我觉得大部分都窄边框 大概只有LG的话 可能是无边框 所以从这些这样看起来的话 难怪最近的苹果的股价 可能比较弱势的话 就是说它的一个所谓的 蜜月期已经过了 到了第一季的话 可能它就会比较冷淡 搞不好的话 不是5000万只 可能只剩下3800万只 所以相关族群的话 营收的股价比较多 反而非品系列的话 开始在出货了 开始在进货了 那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又比较高 所以未来巡谷的方向的话 应该从非品的一个阵营 有哪些过去比较辉煌的一些个股 但植物比较久的话 就是我们未来巡谷的一个方向 OK 那今天的讯息当中 这个爆米花在印度吃不开 低价的 你说小米 因为可能印度的话 会觉得它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在权力的部分的话有问题 其实过去大家也会 全权 这个亲了Edison的一些专利 所以益力性 其实它是在所谓的 网通的部分它很强 所以原则上 可能有部分的东西的话 应该是有违法 好了 这个雷军先生 应该也从过去搭 今日三载 明日主流 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 对华硕就很好 因为华硕现在急攻印度市场 而且华硕你可以发现 它现在就可以卖到 四百万支的一个手机 整年度大概八百万支 它明年的话搞不好 一千五百万支 两千万支 而且它主攻的是 这个所谓印度市场 而且价格只有十五千块新台币 很好耶 华硕的这一块 蝉 阿弥陀佛 Zenfone的手机也不错 OK 那很适合印度 好 那马上要看新闻之前 是不是也可以让建成先 帮我们做个预告 在下个阶段 我想明年的科技的亮点 这个到底在哪边 以目前来看的话 物联网还是一个重点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领主件的改变呢 或许是大家在未来一两个月 做梦行情里面 可以着梦的焦点 好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看看 这个小米鸡 爆米花 怎么在印度不吃这个口味 最主要呢 还有部分的这个侵权的一个情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认为 好的产品 便宜的产品 不一定有口碑 口碑的核心是 超越用户的预期 小米创办人雷军 期望用超越用户的期待 持续打响品牌知名度 先前更喊出 10年内要成为世界第一 但现在却被曾经创下家机 40分钟销售一空的印度 认为有专利侵权的问题 被法院判下禁售令 新德里高院判定 小米侵犯了 爱立性的知识产权 并通过了一项单方面禁令 禁止小米向印度 进口和销售智能手机 不论贩售或推销小米 全都被印度法院挡了下来 就能原本计划 12月要在印度推出 4G版铜米Note 明年初还有小米4 统统通通吃了闭门羹 乌饼偏逢连夜雨 小米新的森林军空气净化器 也被日本厂商巴木达控诉 抄袭外观设计 我们设计出以最小体积发挥出最大效能的结构 配备双风机结构的独特风道形式 巴木达在日本和中国都申请了技术设计专利 和外观设计专利 小米没有获得专利许口申请 因此产生疑虑 不过小米的困境还不止如此 同样是中国出身的手机厂魅族 再度发表新机 魅族K52和魅兰Note 未来也趁小米在印度竞售时 要抢攻市场 小米挑战一泼泼 就看创办人雷军如何回击 记者林思雨 黄艳章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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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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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的經濟面 你要怎麼衝 再有能力的領導人出現 可能壓力都還是很大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的 好 當然我們也希望多邊 對 多邊 一定要多邊 但是人家也要跟你談 是沒錯啦 我們趕緊來看到2015年科技的亮點 其實不多 真的不多啦 因為 預告了這麼大聲 你跟我說不多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概念 叫物聯網 這個也不是只有我講 張董事長也這麼講 張東國董事長也這麼講 那我今天 這是嘎安兒的預測 我想我先口頭講 今天IDC 預估台灣 明年在物聯網的產值 是8920億台幣 年增率10.9% 是高度的成長 就是物聯網相關在台灣而已 這是嘎安兒的預估 明年呢 你說這柱狀主商機大概有多大 0.5% 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0.5兆 我單位是兆美金 就是5000億美元 全球5000億 後年6000億 慢慢的成長慢慢的成長 年增率有沒有看到 全球是20幾% 30幾% 這種高速度的成長 你說物聯網相關的商機 是不是未來幾年大事 當然物聯網會牽動了很多的產業 從半導體 從IC設計 到周邊的網通 手機等等 全部都叫物聯網 所以我剛才講 很多的成長 或許它已經成熟了 如果手機 它或許是成熟了 明年的成長是存在的 但是它可能高階的跟低階的 是一個M型的一個模式 手機的模式有點改變 但是呢 因為它們之前機器墊高 但是其他的呢 物物相連相關的網通和IC設計 可能就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明年的物聯網 剛剛提到過 其實不多 就是一個很大的 這很大的就是電子股裡面的焦點 另外呢 剛剛嚴大哥有提到過 Type-C嘛 其實現在應該說 只有蘋果的相關的連結 有 反正不用找哪一面 都一樣 只有蘋果相關iPhone iPad 可以這樣做 但是其他的呢 好像很難 還沒有 那未來Type-C的規格 應該在明年應該是會爆發出來 那USB3.0進步到USB3.1呢 也是未來的趨勢 這個換機槽 如果大家都學蘋果的話 你知道這量有多大嗎 非常的大吧 所以商機也很大 你看USB3.0以前的 這個傳輸速度其實已經很快了 每秒5G啊 3.1呢 每秒10也成長一倍 成長一倍 所以呢 大家也是在力推 未來一兩年裡面呢 這個可能也是重點 所以搭配這些呢 可能就需要網通啦 相關的光纖啦 網通的設備啦 這個都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呢 這些有些早就已經先跌了 機器也比較低一點點 或許它就有機會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 相關的USB3.1的 我把它分成有連接線器的這一塊 有IC設計的這一塊 這一頁呢 都是屬於所謂的連接線器的部分 那這一波大家如果特別去留意 這是第三季財報 這是前三季累積財報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一波裡面 先漲的中小型股叫嘉哲 它的走勢非常的強 當然不是人家開玩笑的 林佳龍跟柯文哲 當選的 之前人家網路上開玩笑 那確實是業績很 你在把他講出來 你這是什麼 這個大家都會開玩笑 我們私底下開玩笑 對 網軍表妹說的 對 嘉哲 這個字也不一樣啦 這是諧音 最近的股價走勢就特別的強勁 因為它基本面是夠好的 而且明年的連接線器 我想它本來是業績 獲利都很穩定 一季賺3塊多耶 8塊3 之前股價在低檔嘛 所以就反映了 那嘉哲上去最近的東碩呢 第三季它也賺3.67塊啊 股價也慢慢的跟上去 有沒有 我跟你賺的差不多 就是一個比價效應出現了嘛 你嘉哲已經拉上去了 東碩呢 它150幾塊 140幾塊 它就有一個比價 往上慢慢墊高 所以最近的姿態就比較強 好了這兩檔高價往上走了 那低價一點的呢 我也業績還不錯啊 我也賺錢啊 你看最近的紅字也有反價 一計大概都一塊錢上下左右 反價是有轉機性 那我們看一下反價的股價 最近的姿態也慢慢墊高上去 所以可以看到連接線器 USB3.1這個區塊呢 也有在比價 那往上面一點推呢 相關的IC設計裡面 下一頁裡面 你可以看得清楚 翔碩創圍跟金言 當然有些比較小型一點 其實也都賺錢 你看看翔碩 這一波的股價 它也先拉過一波 結果呢6104的創圍 創圍的股價呢 頭信也在買 底下法人也在買 如果看頭信的話 最近也在買 那之前拉升之後 為什麼回檔 因為11月營收掉了 掉的幅度還蠻大的 所以稍微修正 反應一天之後 馬上就煞車了 這個底好像 它是回色景線嘛 所以它資材還是相對比較強 因為它明年有個夢 它季節性的淡季 或許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現在剛剛講說 很多小型骨 就開始掌握明年的一個概念 所以物聯網相關的IC設計 物聯網相關的 或者是USB相關的一些IC設計 最近都開始在輪動 我想這是USB3.1相關的 那物聯網的IC設計裡面 當然也很多啦 那我覺得說一些指標股 像聯發科 11月營收當然掉啊 很正常啊 但12月就會回穩啊 但股價它是比較弱一點 畢竟 是 高價 對 外資 有時候愛它 有時候不愛它 所以它比較悶 溫吞一點 但是你看著它 它不要再破底就好了 那之前整理過了 像瑞宇 物聯網的部分呢 瑞宇的股價最近呢 之前也跌過了 慢慢就墊高上去啦 慢慢墊高上去啦 你說它業績不好嗎 也還不錯啊 只是說股價之前長太多了 再修正 還有呢 申科的部分 這個也是跟物聯網相關的 股價最近也開始從底部 慢慢的往上攻擊 所以這個也在開始反映 明年的一個商機 所以不管是物聯網的IC設計 或者是USB 3.1 都是最近可能 中小型股裡面的焦點 在旁邊擴一下 我們先不講半導體那些 當然它們都會有利啦 網通最近會很強 其實也都有關係 企機也好 聯軍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過 一些光纖的族群 一些基地台設備的部分 中壘企機呢 之前也跌過 像中壘 你看中壘的股價 然後業績不好嗎 很好啊 但是跌很深啊 但是好像 底也慢慢打出來了 類似這種 位置點都比較低 那業績也不差的話 你光纖股也開始慢慢拉升了 你有光環先創新高 光環當然 它除了業績還不錯以外 那就是之前實施庫長股 所以呢 股價就這樣往上出現一個急漲 那光環可以這樣漲 那華新光呢 聯軍呢 修正過了 開始最近往上漲 那漲完以後 會不會拉到所謂基地台相關的 你說中壘也好 齊基也好 這些相關的一些設備廠商的部分 或許呢 就有機會來這個反撲 我想明年的大事情 物聯網 就這麼一個 科技股裡面 物聯網所帶動的一個效果 可能是重點 你說其他的部分的話 它可能是景氣面 循環的一個部分 有些機器太低 明年還會好一點點 但是真正成長動能的來源 應該都擺在物聯網身上 也不是只有我講 很多的公司科技大佬 都在講物聯網 那物聯網哪些有商機呢 或許這些如果先動的話 比較下游的周邊 就開始會加溫了 所以能先連的啊 對不對 對 裝置是一回事 要能夠連到的 才物聯的到 對 能夠連的到才很重要 對 很重要 所以網通的一個重點 對 我們又透露態度 沒有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資 今天買超的前十名個別股 第一名 第二名 我們已經也花了時間 專門跟大家來討論 外資為什麼對面板雙虎 這麼情有獨鍾 那當然了 它的一個折舊攤體 已經降到很低 所以呢 探景就是容易多了 對 我想第四季應該說 也跌破我的眼鏡了 沒想到它的報價 各方面的景氣 可以延續到11月 甚至12月上去 有些報尺寸還在漲 等於說 今年的一個面板的狀況 是好很多 那第四季來看 雖然營收會稍微掉一點 但是呢 整個獲利的狀況 應該還是維持高峰 那Display Search也講 明年呢 下半年才有問題 上半年應該還是攻擊緊俏 所以呢 最近的股價 外資就著眼在這邊 還是去買 只是說買了那麼多 大家我們看成員這一波的群狀 買了那麼多 最近有點稍微修正 買那麼多 它之前有稍微調節 買不上去 這個跌破的上升軌道 能不能趕快上去 趕快站回去 還有呢 我們看長一點點 如果它多頭 多頭共 這邊放大就好 這裡放大就好 謝謝 謝謝